来 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县里市 我的名字叫蝶海椒 我今年八岁 真落落大方 长得像蝶 太香 啊 干嘛 你还摸着小心脏干什么 说你像蝶还亏着你了 紧张了 像不像蝶 拿话筒还给他 拿话筒 像不像蝶 我觉得有二生态有二紧张 他说啥 他说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我问你是不是像你爹 我像 像你爹好不好 好 那不像妈好不好 好 我说不像妈好不好 不好 来来来 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这孩子的姥姥 我是冰线的 您头发好红啊 您是染发了吧 染发好了 您是为了我们而染的吗 也是 话筒凑近一点 也是 也是啊 哎呀 这个头发 今天上节目嘛 特意 脚有发 还黎黎发的 你咋不染个黑的 你染个红的呢 因为我有白发 问问女儿 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海娇 你知道我在说你啊 你觉得你爸爸的名字有问题吗 叫李美嘉 像个女孩的名字 我当初还问她 这是谁给你起的 小女生 我心想这是谁起的呀 大叫声 我平常总问爸爸说你这 我说你这名是谁给起的 要不咱俩换一下吧 哦 你喜欢这个名字是吗 对付水 你想有个弟弟吧 挺想的 不过我觉得妈妈生下我也不容易 所以不想让她再受苦 就 就 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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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毕竟也是残疾人 生下一个孩子也不容易 所以 所以不能让她再生了 这是谁教你说的话呀 这些话 没有啊 你自己自学的 我没学呀 我又没上科目班 哎呀 情商好高啊 所以这个 你觉得将来你想怎么回报 爸爸妈妈呢 我将来我想 我想考上很大很大的大学 给爸爸妈妈 是很多很多的钱 让妈妈有一双好腿好手 让爸爸有一双好手 让他们两个幸福快乐生活 这眼泪又掉下来了 这 我问妈妈 这谁教的呀这是 没有人教她 她从小 那她都看到什么了呢 怎么这么懂事呢 因为她从小就是感觉 妈妈和爸爸不一样 然后我说 我就会和她说 妈妈和爸爸虽然说 不是正常人 但是给你的爱 不会照别人少 这个今天是谁的心愿啊 是我爸爸的 你知道她的心愿是什么吗 我好像不知道 那你去问一下她 然后你帮她说出来好不好 她好像不会告诉我 有 还有瞒着女儿的事吗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今天的幸福心愿呢 是想带着全家一起去旅游 好 谢谢 来 请回 想去哪啊 我想去欧洲旅行 稍等 稍等 你刚才一说这话 有人要吐血了 我问一下 你知道什么是欧洲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想去那个地方 那你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很想去呢 因为我很好奇 如果说我们这里 可以帮助你去欧洲 但是只能去三个人 那去哪三个人呢 都不去了 滚难不浪费了嘛 必须去 我不骗你 我真的 我是真心说的 为什么都不去了呢 因为 因为他们都是照顾我的人 我突然特别有感触 看到你们的孩子 然后推导出 我能想象出 你们夫妻两人 平时是怎么相处的 我呢 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呢 给你封一个2000元的红包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会帮助你 实现你的小小的梦想 这样的话呢 你会记住我们每一个人 我不希望你只记住我一个人 那只需要记住你一个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哇 这姑娘真的 挺会给我台阶下的 这小姑娘一直在一个 满满的爱的环境里成长 我觉得父母 能给孩子的最好的表率 就是父母之间要相爱 然后家庭要和睦 在这孩子身上 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 但既然这个父亲呢 这个叫美嘉 美嘉有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愿望 想带领全家去旅游 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呢 也愿意给你助力 给你2000元的红包 希望你呢 能实现这个带领全家旅游的梦想 谢谢你 谢谢 谢谢